有些封靈又在問我一些事情 可能他聽過其他台也真的質疑我 沒所謂的,我會回答 神區認不認同香港必須在2020年有普選 即是取消功能界別 當然是同意 但問題是你要有兩手準備 每一屆我都支持取消功能界別 由1998年第一屆立法會選舉開始 我已經是支持取消功能界別 So what? 當你取消不了的時候 我想請問你是否完全不去參與功能界別的選舉 其實這是必要的惡 任何一個反對派 你要維持在立法會裡三分之一關鍵少數 你是必須要參與功能界別的選舉 你是無可避免地要參加這個選舉 如果你認為功能界別選舉是不義 如果你認為這個不義的選舉 我叫人參加,連我也是不義的話 請你向那些批評我的人 要求他所支持的所屬政黨 連直選都沒有參加 因為連直選都是不義的 因為立法會選舉的直選是有DQ制度 是行了一個所謂確認輸的制度 這些完全就是駕藏、蝶屋、無中生有 並非法例所規定的 確認輸 為何要求市民在參選之前要簽一封確認輸 即是效忠基本法 為何要DQ一些參選人 這也是不義的 無論直選或功能界別 其實都已經是不義的了 都已經成為了必要的惡 我想沒有人再需要在這個議題上 對我再作出任何的批評 都是多餘的 都是不必要的 我不想再糾纏於這個問題 然後就說我支持一些非建制派的人 去參加功能界別的選舉 就變成了我支持功能界別 這一點是沒有邏輯的 是說不通的 我想請問 如果你支持那些人去參加直選 還是支持那些人 只有一半直選 現在只有一半位置 你用選 是不是? 那你選來做什麼? 還有 凡親所有政治主張 是牽涉到修改基本法的 修改基本法的門檻 是三分之二多數 我想請問 如果你不參加功能界別的議席 就算在直選 我當你有十成投票率 你立了三十五個位置 你都拿不到三分之二的多數 那你不參加功能界別 你如何修改基本法? 你回答我 你回去問那些人 你叫他們回答我 你不要叫他們 經常借一些批評我 說我轉軚變了 我沒有變 告訴你 我從第一屆1998年開始 當時司徒華李華明選贏九龍東 告訴你 劉慧卿何秀蘭選贏新界東 當時新界西有什麼人? 李永達 陳偉業 這些人 鄧紹棠 告訴你 我從那時候開始已經留意香港的政治 我從第一屆開始 九八年 說的是二十一年前 我已經支持取消功能界別 當時漁龍街還有兩個人參選 第一屆是 我當時已經看了 為什麼有些人只有幾十票呢? 然後我就開始研究 我就開始去看 自己找資料看 當時是很困難的 你知道嗎? 上網只有五十六千 還沒有維基百科給你找 要自己圖書館那裡找 還要走進圖書館那裡 那些人的眼睛超超望 那些小子看什麼 你質疑我嗎? 不要緊的 這件事 Joel Zhang說 回答了N次 重問 不要緊的 他們喜歡找這件事 來質疑我 你這個混蛋回到泛民那裡 或者說 你支持功能界別 你沒有所謂 你喜歡這樣來批評我 我說過很多次了 你回去問那些人 叫他們 當你是牽涉到修改基本法的時候 其實只有兩樣 體制裡面 就是三分之二多數 要不你告訴你 你搞體制外邊 體制外邊就不用修改基本法 你打贏了他 基本法都不齊 要重新 有一個新的憲法 到時還要清洗基本法嗎? 你叫那些人回答我 你那個政治主張 凡是牽涉修改基本法的 你就不要來質疑我 因為這群人的死穴 就是修改不了基本法 你叫別人不能參加功能界別 我想請問你 最終你是怎樣修改基本法 然後你的政治主張 牽涉到這件事的時候 你就是找笨蛋 這些人是 回答我 這是他們的死穴 是邏輯的盲點 白不扔到 所以我就永遠支持 能夠立得多少個位 直選又立 功能界別又立 喜歡在飲食界那裡 所有黃店參加 踢走二十元張 照樣支持 吹嗎? 是不是? 大家都出糧 十萬零一千元 我喜歡給這些非建制派出糧 不喜歡給你那些民建聯 工聯會出糧 可以嗎? 因為你撐警 我支持你 是不是? 很簡單 這個立場還不夠清晰嗎 這個論調 通哩通就說 請問對於爭取超過六百席 信心大不大 相信他是在說這個選委 六百席一定是有困難的 但是來到說 就算是有困難 就不能夠是知難而退 是嗎? 應該是迎難而上 排除萬難去爭取勝利才是 要有這個信心才行 以及當你爭取到挨近六百席的時候 你就可以跟一些人去bargain 你就有了那個所謂的bargaining power 有了那個籌碼 你跟別人談 你比如說跟商界談 你賭戈一些人過來支持候選人 可以嗎? 或者跟商界共同協商推一個候選人 可以嗎? 你看黃維基那套選戰 其實都是這樣的劇情 你協商就叫人出來選 那你可不可以打低紅色那個? 當然 到最終他可以不委任你 不委任你 你就可以把一國兩制正式的醜報撕爛他 他可以不委任 他可以的 他絕對可以的 或者你說他選舉可能會做票 假票 可以的 那你就醜出國際 一國兩制正式滅亡 絕對可以 當然 其實這次已經是反映出來了 區議會選舉 他硬選而已 他以為自己會贏 因為他已經是大量中票了 但是中票之餘 幸好我們的市民全部都出來投票 所以就是不用你那些白票檔 那些白票檔經常在攻擊我們 那些人真的問我 因為真是過癮 幸好我們的市民不聽白票檔老店 才在這六百席當中 挨近了一大部分 上屆三百三十席左右 今屆已經是去到四百五十了 接近四百五十了 那你距離只差一百五個 那中醫界的朋友 比如說這個浸會大學畢業的 中文大學畢業的 可不可以全方位來報名參選 全部登記在這個界別當中 做中醫界的選民 這樣就可以拿到幾個位置了 上屆也有兩個 今屆也不止 這麼多畢業生 齊心一點 因為老中醫 老實說他有什麼動機 去投票呢 因為沒有利益 他賺錢也好 但是你那群年輕人有一個動機 就是爭取公義 爭取雙普選 當然有些人會問 你爭取雙普選 爭取普選行政長官 你還叫人去參加這個選委界別的選舉? 沒有衝突 兩條腿走路 當你爭取不到這個普選行政長官的時候 難道你就要在這個千二人的選舉放棄了嗎? 不是的 沒有衝突的 這兩項事情更何況就是余懷松也說了 你照樣去選 照樣在這個界別選舉都去做 每一個選舉你都下功夫去做 是不是? 那你就會有一個意想不到的效果 今次區議會選舉就是這樣 如果個個都說 選不了了 別人在地區工作做得那麼好 你投百票吧 這樣就很糟糕了 所以你聽誰人說 信呢 不要信任何人 包括你不要信我 信你自己 信你自己 信你自己是可以 在這個運動裡面找到一個角色 做得到 你所作所為 對於這個運動能夠延續下去 還有是有效果的 你就去做 是不是? 投百票有沒有效果呢? 問你自己 你苦心自問 是不是? 其實不需要問人 只要問你自己就可以了 有一個益友說 你跟呂琦差不多 那個避音很強 這個不是的 你說的 N音和L音 就一定不能夠有懶音 這個是我對自己的要求 因為現在慢慢的 我可以告訴大家 N音和L音 將會 在這個十年之內 完全沒有了這個分別 就是沒有了N的聲音 一定是沒有了 因為太難發音了 索性就會省略了 變成你 你就不對 你這個人是真糟糕 是你 當然現在就不需要那麼麻煩 因為很多人都不再去計較這件事的時候 就沒有了所謂的懶音錯音 這個就是約定俗成 比如說 一個聲音母叫做什麼呢? 就叫做國 因為這個是牽涉到那個嘴型 比如說 你好愛國 這些人不會說愛國 他會說愛國 這個是很普遍的懶音的情況 但是這個聲母 將會在很近期 我相信會在很近期 就會消失 因為那些人不再計較了 中國就說中國 對嗎? 但是其實是中國 這個發音 因為我留意到 普遍年輕人的一輩子 他講話都不喜歡咬字 是用力的 喜歡很傻地說的 那你有什麼辦法呢? 以前 如果那些先生教你 是怎樣的? 咬字一定要很出力 而且不可以在講話的過程當中 不斷嘔嘔嘔 是不可以的 現在不是的 現在可以咬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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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咬 ¡ 一大髓都說服用olog違反嗜 我不懂形容 但你聽聽就知道有分別了 我和那些人的區別還算這樣 好了